进攻 二眼镜 你怎么回事 李小炸 回旋斩 攻气不备 无动容忠 射击 打不到了吧 朵朵澹澹 真不潇洒 别跑 飞燕玄刃 木驾 木驾 这是 是 什么 等等 现在停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打了半天 怎么一点伤都没有 无效 不对 是无法发生变化 要是这样 不动龙庄 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传说所有时间都来自石洞 在这里 过去 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 时间不会流动 不管做什么 一切都不会有所变化 石洞就是绝对静止的永恒空间 真是的 剪灰一块丢了两块 这么简单的算术都不会吗 江云 风神积木放置完毕 解除安全装置 把剩余的能源 统统输送给炮击系统 这样真的能打开石洞 我也不确定 不过 石洞之所以再次出现 是因为风神积木被能量波及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对风神积木 放出什么样大的能量 也许就能打开石洞 那就动手吧 我们一定要救出小渣 能量充填 五 四 三 二 江云 到底是谁 危险 危险 是敌人的增援 怎么可能 那是黑龙忌神 找到你了 急小诈 重饼 你给我 走开 黑帮小 你小妈 她在哪儿 这与你无关 给我回到地狱 海西巨疼 绝对顶封炮 变动功力 什么 功雷尝炮 功雷尝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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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还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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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不掉了 你想这就跑不掉了 连攻击死灵 狗狗 几声林弹 不打不打了 白费力气 你说不打就不打 再来 毫无意义 在这始动空间 再怎么战斗 也分不出胜负 就是 这还不懂 你这灵珠不会短路了吧 你们才短路 居然帮恶龙人 要不是你们 我会困在这鬼地方吗 你懂什么 不消灭你 我们可就 哥哥 定时炸弹 炸弹 不用担心 在始动里 倒计时不会归零爆炸 金家 木家 你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对付我 唯命是从 不用理由 这是时机大人的命令 命令 命令 你们是仿山人 不是只会听命令的机器人 你说的轻巧 为了生存 我们只能是工具 不需要思考 开什么玩笑 你们和我一样 是活生生的人 那是因为你运气好 这都是为了活下去 金家 把池子交出来 不 不行 金家 村里的食物不多了 必须统一分配 这是木家的 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大家都一样 快交出来 不 别 别 别 你欺负我哥哥 木家 把他抬起来 真是 浪费时间 哥 哥 对不起 你 好了 木鼻寺可不潇洒 可是 我太害怕了 没帮上忙 施哥哥没肉 害你饿肚子 没关系 我不饿 吃吧 别让大家发现 村长 来 村长 谢谢 我早说过了 你小娃子一个 可养活不了自己和弟弟 别再说了 爹妈不在之后 我就只有木家一个亲人 我不会抛弃他的命 你是你 你弟是你弟 在这世道你想活着 就别去考虑别人 想要好好活着 难道就这么困难吗 唉 这都是命运 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了 像你这种人 根本不懂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为了活下去 我们村子所有人 没日没夜地帮恶路人挖矿 我和哥哥也不例外 没人 嗯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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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救人 快 村长 怎么办 金家和木家都被押住了 快 用极限调壁挖起岩石救人 可是 调壁一旦挖起一边 岩石就会马上不利一边坍塌 压别底下的人 对 我们只能救一个 什么 岩石随时坍塌 要救人就得快 村长 你来选吧 救金家还是救木家 这 木家 那你可就活不了了 金家 你弟弟一点东西都没有 也许早就已经没救了 求救你们 别管我 救木家 救金家 好 不 别救我 求求你们 求救你们 救我的弟弟 救金家 好 不 救救 救救 不救 不救 吵死了 就这点小事 落里八宿 给你 全身骨头都碎了 太惨了 大人 求求你 只要能救我弟弟 我什么都愿意做 哦 什么都愿意做 正好 龙珠计划需要实验体 人类可是最好的改造素材 从现在起 你们就是我实际的工具了 就这样 我们被改造成了 仿造灵珠的龙珠仿生人 是命运把我们逼到了尽头 而你 为什么你会这么走运 为什么困了救的是你 不是我们 为什么 这 哼 好久不见哪 江羽 嗯 李小诈 在哪儿 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最适合你们的舞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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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